其實我昨天就已經勾選了中選會舉辦的辯論會 而且我接下來每週也會持續端出對於台北市政市政牛肉相關的政見 那昨天我也看到柯P市長他的談話 雖然有一點出但是也算有道理因為大巨蛋的檔案也都有公開 但是反倒是陳松對於疫苗採購合約相關的資料封存30年 對他來講所謂的公開透明就是要黑箱封存30年嗎 他一直都在我的團隊他就是我的執行總幹事 我想昨天從一早我們在無心市場早接拜票 陳柔德議員就全程陪同 陪著我跟所有的攤商一雙手一雙手握 跟每一位前來買菜的民眾致意 到晚上甚至晚上的時候也邀請了所有信義區的里長在他的服務處 所以從早到晚陪著而且邀請很多地方重要的人士一起 就是一個團結的象徵 我想剩下最後八十幾天我們會持續維持這樣的步調跟精神 然後贏得一、二、六的勝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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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五三大家